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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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尊德福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米飯料 這是一大美味的傳統早餐 餐品叫做台式飯糰 要如何煮出米粒軟Q 先將撲鼻現在告訴你 影片分組過程有不明瞭的地方 請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盡管回覆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 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餡料的部分有 油條一條 肉鬆一大匙 乳蛋一顆 炒酸菜兩大匙 炒辣蘿蔔乾兩大匙 花生粉一大匙 今天教大家做雙色飯糰 所以會用到黑米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長糯米混合黑米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紫那麼黑 所以我用1.4杯的長糯米混0.6杯的黑米 因為黑糯米比較難煮 所以建議用黑米或是黑糯米就可以了 就跟煮白飯一樣很簡單 再來把米洗乾淨以後不用泡水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用電鍋 或是用電子鍋都可以 只要用電鍋和電子鍋 下去煮糯米都不用泡水 洗乾淨瀝乾水分 可是要瀝乾 一定要用肉盆或肉網瀝乾水分 再下去煮 不然糯米會太濕太黏 準備電鍋煮糯米飯 外鍋加入一杯水 內鍋下來 這是混合的黑米 我們要分兩次煮 然後內鍋的水 1.6杯 蓋上蓋子 啟動 等跳起來的時候燜5分鐘 先開蓋子把飯拌鬆 讓多餘的水分跑掉 這樣米飯會更Q彈 白米的部分分開煮 外鍋加入一杯水 內鍋下來 這是兩杯的長糯米 然後內鍋的水1.4杯 下來 蓋上鍋蓋 蓋上鍋蓋 啟動 一樣 跳起來的時候 再燜5分鐘後 先開蓋子 把飯拌鬆 然後讓水氣跑掉 這樣米飯會更Q彈 油條 如果想要吃比較脆水 可以利用微波爐 或是烤箱 加加熱 這樣就會更酥更脆 油條切小段 油條切小段 滷蛋一開始 我們一個飯糰 剛好放半顆乳蛋 準備一個鋼抹布 然後再準備一個耐熱袋 耐熱袋我們先把它翻轉過來 翻轉過來 翻轉過來後 放在乾抹布上面 然後白米飯下來 先鋪上白米飯 好 因為我們做雙色 所以一邊鋪一邊就好了 好 另外一邊鋪上紫米 好 一樣整平 好 一樣整平 好 一樣整平 整平以後 肉鬆下來 然後花生糖粉 然後花生糖粉下來 好 如果 你買不到花生糖粉的話 買到花生粉 你就和糖2比1 或是3比1 混合一下就可以了 好 花生糖粉下來 腊蘿蘿蔔乾下來 酸菜絲下來 然後滷蛋 再放上油條 好,現在我們就左右包起來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 左右這樣稍微壓一下,壓實 然後頭跟尾這邊抓一下 頭跟尾的部分抓一下 好,抓一下以後 我們再把飯糰反折進去內袋裡面 好,就這樣子抓著 然後這樣子 好,飯糰就在裡面了,有沒有 飯糰就在耐熱袋裡面了 我們再利用耐熱袋再塑形 把它形狀塑的比較漂亮一點 好,有沒有 這樣形狀就很漂亮,這樣就可以帶著走了 好,這樣就完成了美味的台式傳統飯糰 美味訣竅重點說明 煮熟悶五分鐘 掀蓋半鬆可去水氣 持米粒更軟Q 內餡從小的放到最大 包起來才不會露餡 乾淨抹布放上耐熱塑膠袋 可隔熱防燙手 喜歡我的分享,記得幫我按讚跟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